一个礼拜就约会这么一次 你就这样子 在你心里大餐是什么呀 姑娘 海鲜啦 海鲜啊 鲜 海鲜挺贵的 是吧 还有啥抠门的事 这我觉得还好了 就男生反正出点小情况嘛 可以理解 我俩逛街 我就路过首饰店 他不让我进去看 我说试个衣服吧 他也不让我试 说这个衣服不适合我 颜色不适合我 我进去看一下衣服 不说贵 不说便宜 不说拉着走 你就买化妆品这些事 你说一看一个水 三四个牌子 这个要挑 那个要挑 这个要买一个 那个要买 女人多爱美啊 谁不爱买新衣服啊 是是是 姑娘 他要让你进去看 你就不生气了 是吧 我连试的权利都没有 对 这个不对 你知道 你应该让他试 试完之后 你说亲爱的 我们淘宝同款 多好 那你说买东西 我也买过呀 你说他过生日啥 也看一看 快别提过生日了 过生日的时候呢 他问我 给你送个玩偶吧 我说都这么大了 要什么玩偶呀 然后一想呢 又是男朋友的一片心意 我说那你给我送个胡迪吧 结果呢 我过生日那天 你老空手来的 我就没多想 想着过生了 你喜欢的东西 我去淘了个钥匙扣 我觉得 虽然钥匙扣 还八块钱还挺贵的 你听听 过生日 说八块钱 送过生日礼物 还挺贵的 不是那跟别的钥匙扣比起来 确实挺贵的 对不对 你就不高兴了 生日过好了吗 没有 蛋糕谁买的 没买 饭吃了吗 没吃 你生气了 气饱了 真生气了 我觉得你真会省钱 我那天 最主要是整个安排好了 他朋友都在 结果因为一个钥匙扣 跟我闹脾气 说哎呀你送个这 他不仅扣 他还贫心有问题 什么有问题 贫心有问题 人品有问题 扣这事咱们放一边 因为是为了买房 人品怎么了 就之前他去 老去我妹妹店里头买衣服 我妹妹是卖服装的 亲美 是 结果呢 他就经常去 去他那买衣服 你自己可以买衣 为什么不让我买衣服呀 你妹妹进的店都不便宜吗 我衣服也便宜呀 我也没有买贵的呀 而且你还加我妹妹的微信 留电话 你们还单聊 那你亲戚我不加一块吗 还有一次说 我妹亲口跟我说 姐 你男朋友要请咱俩吃饭 我就很纳闷 为什么这个句话 是从我妹嘴里说出来的 我就觉得那天跟她刚好说完事 然后就给她说 你给她把你姐一叫 她去吃饭不就完了吗 然后呢 那好吧去吃饭了 结果三个人 她就点两个人的饭量 那会儿你说减肥的吗 我减肥的 你可以不让我去呀 你叫我干嘛呀 跟你妹妹来往过密 是吧 对 所以人品还有点问题 对 我觉得还好啊 我就正常的跟她交流 说看看衣服 就是看你自己的衣服 没有 她也有男也有女 你还给她看衣服 有男有女 你给我买过吗 你给我带回来过吗 是没买过 怎么你妹妹的地方吗 你自己可以 你瞅瞅她就这 小哥我劝你一句话 你以后想不想做个有钱人 想 真想假想 真想 那一定分手 你不分手你就没钱 因为你自己说了 有钱我就不伺候了 你是要钱还是要她 你说 我想要人 到底是要人还是要钱 要人 就是宁可一辈子这么穷 这都是她了是吧 好 姑娘 这哥们就是没钱 他现在不算抠 以后还会更抠 要不要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不要还是要 要 你们是认真的是吗 是 那老师们你们也认真一点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卷 有一种女孩 是物质型女孩 她享受的是 购物这件事情的本身 她享受的是 买来的那种东西 带给人的快感 还有一种是精神型女孩 当她在跟你说 你要给我多花钱的时候 她看重的是 你在愿意为她掏钱的时候 带给她的安全感 和她在你心目中 重要性的证明 这两种情况 你要分清楚 如果前者 毫无疑问 马上分手 那是一吸筋磨洞 但是如果是后者的话呢 技巧就变得尤为重要 换句话 你要弄明白 当她在说你抠的时候 她到底在说你什么 她在说你给她买了 八块钱的戒指 她只能在面上说 你抠 她心里的前台词 真实台词是 我一个生日 在你心里就值八块钱 我不重要 这一切的指向 都是我不重要 而不是你抠 那换句话 你如果会不用钱 也能证明她有多重要 她一样会很幸福 精神行诉求的女孩 你必须掐准她那个点 你八块钱买个公仔 你能手工做一个吗 八毛都不用 就一件事能看出 是个实在人 也没领证呢 也还没有直接到 谈婚论嫁订婚期 买房子的时候 先把名字给写上去了 这样的男人 其实在这个社会 换句话来讲 不容易 还是一个值得 托付终身的男人 至于她妹这事呢 我说实话呢 姑娘有点多虑了 就她表面上啊 嘴巴上抹了蜜 但凡这个 这种大白型的呀 就具有这个特点 就是女生跟她说三句话 马上就能熟 五句话女生就能笑 十句话女生笑特乐 稍显举止轻调的样子 但其实骨子里啊 还是挺单一的一个男孩 那是她的一种 与人沟通和交流的习惯 所以在给你妹妹的时候 她也是想 这是你妹妹 这是你亲戚 所以要对她好一点 让她开心一点 节俭和抠门 有截然的不同 节俭是截自己 抠门是抠别人 你两者兼而有力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有一个男人 很值得你学习 那就是我们的曲总 2012年的时候 有一次吃饭 说得口沫横飞 说喜欢一块两万多的表 本四年 她还没买 一个上市公司的副总裁 一个帅哥 身上从来不穿大牌 但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特别的大方 而且还懂浪漫 他是值得你学习 一个节俭的男人 节俭的会让女人心疼 一个抠门的男人 会让女人觉得恶心 其实你不是节俭 也不是抠门 你是不懂浪漫 老师们教给你 所谓的这些套路 对于你来说 完全不适用 因为你做不出来 懂得欣赏你这种 所谓的深色的男孩子的女人 应该是可以找到幸福的 我相信她对自己 也是很扣的 不光是对你 因为那是咱俩的钱 所以其实当她说出 房产证上写了你的名的时候 而你还嘟了一个嘴巴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 想抽你的冲动 你已经够幸福了 男人愿意为你花钱 未必爱你 我几乎敢断定 像你这样的胖子 即便有了很有钱 你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 因为你不会花钱 你也不懂得享受 这也就是你的可爱之处 诚如像陈老师所说 这年头想让一个房本上 没结婚就写上你的名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 比登天都难 其实你不觉得 你应该帮她去置办几身衣服吗 你不觉得应该告诉她 你应该怎么享受吗 你不应该告诉她 什么叫身外之物吗 所以我想跟你说的是 也许你内心是爱着她的 但是这样的男人值得你心疼 你可以以更多的一种方式 交汇她财产处理的方式 但是不是以这样的方式 我相信她创造的将来 和所谓的房子 一定是有你的一半 她所有的计划里面 都有你的一半 所以说人谁没有缺点 就对 对 对 中文字幕——YK